OK 好 那半導體元件的話 我想大家至少我們半導體元件E的課程的內容的話 大家應該不會太過陌生啦 如果你有稍微去看一下私商課的那個教學大哥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名字好像似乘相似 其實他跟我們以前在電子儀學到的那些元件名字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不過我們以前在電子儀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是說去介紹一下這個元件他的一些特性的話 就是說在VGDR 或者是或是可以拍一些放大效果 那我們就是把它學會知道它怎麼開錄官等等的 那我們就把它應用到有不同的那個電路的組成 那這門科的話 變得相對來說是要來拆解說 欸為什麼它的電源會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會比較偏向在物理學的那個體溫裡 你會去看說 欸裡面它的譬如說三個端點的元件啊 那它的宅子在裡面是怎麼樣子的傳輸 才讓它的電流有一些相對的一個變化 那 但這裡的話你可以 這裡那個半導體元件1或者是2去把它學完之後 你再回過頭去看以前學的那個電子學過 我覺得你可能會說 喔原來以前我們只是把它為什麼是這樣 把它直接背下來把它記起來 那現在畢竟知道它為什麼是這樣子 哪些證號這樣子 對 有環境電子學的那個那個 還有反導體元件這樣子的學習的話會更加的完整 那另外的話現在應該就是這樣大部分都是大三大四的同學 應該也有少部分是大二同學 那大三大四的同學可能到現階段的話 應該都已經稍微要確定一下說 因為未來你可能研究所你想要走哪一個方向 那如果你的 目前你覺得你的興趣是比較偏向這個電子柱的話 如果在電子柱的話其實 那它的元件這邊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至少你要把它學會因為 不管是留在中央這邊或者是能到其他學校的話 你也要有這邊的基礎 那你才可以去做再更新一次的 就包括你過來看 再閱讀一些其他論文啊 那它的元件結露可能也不是 單純我們這樣子的 在這麼個整學道的東西 那你可以 就是說既有這樣子的基礎的話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做一些研發 然後再做一些設計 然後去瞭解說一些不同的東西 OK 好 那這邊的話大概就是 簡單的開場台了 那我還是先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這門課程 那這門課程的話當然就是 三個老師是我 然後我們這三個時間的話 這裡就要熱門 我們就把它遞到那個補合禮拜六 那如果那個回歸到那個睡席的中間的話 它的課程是要拍在第五個早上 那就是在這一間的教室裡 那評分的標準的話 我想這邊也是同學們今天會特別有在意的 我們這次的話就是 這門課程有兩次的考試 當然就是一次的期中考 那一次的期末考 那期中跟期末的話 他們就各佔35% 那剩下的30%的話 這個平常的表現的話 當然就是有關於出席的情況 那我一般出席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多 我之前都是用那個簽到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說同學這樣子的一個平時分 其實是很好拿的 那你就為了要拿這樣子的平時分 所以的話你至少來現場這樣子的評價 老師這樣三個小時的課程的話 那你可以聽課 然後可能會學到一些東西 那也可以拿到平時分 那這樣應該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方式 那在那個 比如說期中考前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 期中考前我們預計大概就是 我們會上完一二章 那一二章的話 我會上課的過程當中 當然所有老師的那個 講一個投影片 後我還會去安排課本的一些 example 或者是HONET的那個FOA 他的一些解題 或我應該會是在那個 白板那邊去 帶同學把這樣子的題目解一遍 那所以就是說在期中考前的話 然後我會再找一遍呢 然後就是針對 就是單純那些細題的部分 來進行一些小考 那一般來講 我大概都考個兩個 一到三就是這樣 那你只要把 老師在課堂上講過的這些題目呢 把它練習過一遍 那這邊的 那個小考的分數一次 來買好拿著 那當然小考的話 就是可能期中考前會有一次 那期中考前也會有一次 那要考試之前 我會先跟大家 稍微宣布一下 所以我請問你 待會很久沒說 電子要消化一下 至少要讓同學回去 有一點點時間去 準備去消化一下 好那 這邊的話 我們稍微講一下 我們 這學期 這學期會學到的一些內容 那當然就是 老師剛剛講說 現在這門叫半導體元件 就是主要在這樣子的 跟半導體相關的電子元件上呢 那 以前我們在 以前我們在電子學的話 其實學到的第一個元件 是那個 那個 有一個整流的 一個 device 二機體 大概我以前 就是那二機體 不是 它 那個 車上的時候 它才會有電流 那它在那個 逆電的時候 是沒有電流的 那 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講到 二機體這個東西 那 二機體的話就是 這個 就是一個 P型的半導體材料 和 N型的半導體材料 然後我們把它兩個 接起來 然後它就會形成一個 VN介面 那這個 PN介面其實就是一個 二機體 那 在這裡呢 我們就會進一步 下去談到說 它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整流的機性 那以及 最後一個元件的話 這個 就是 我們以前學到 NBJ 030端點的 元件 那 在 Focus 在這兩個元件之前呢 其實我們會有 花半個學期的時間 來做 檢視作業 這邊前半段的話 就是我們的 檢視作業 其實包括就是說 我們會去探討說 這個半導體材料 這個半導體材料 是一個固體的東西嗎 那 電源 然後在裡面流動的話 其實就是 宅子 就是一顆一顆的 在這個 在這個固體 在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 移動的情況 那我們會先探討說 這個每一個 組成這樣子的半導體材料呢 它的一些 那個原子跟原子之間的 排列的情形 它的機體的結構 我們先認識 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 Energy Band這個東西呢 帶來的話 是我們以前在 電子學室沒有學 然後在半導體面 這也是一個 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等於是說 我們裡面在操作的時候 它內部它的能量呢 必須有一些 那個 轉移 那它才會有 那個 這樣子可以這樣順利 流暢的 流動嘛 所以我們會先介紹一下 這樣子的 那個 能帶的觀念 我們把它引進來 我們先把它學會 然後之後我們會把它 融合到我們後面要學到 這些電子元件當中 那以及 這個Carrier Concentration Carrier就是我們老師 剛剛講的載子 那我們的載子的話 其實在 半導體材料裡面 可以分成是 兩種 分別就是 代陣電 和代附電的粒子 那當然代附電的粒子 大家都很熟悉嘛 就是 電子 那我們這裡還會在 把那個代陣電的粒子 就是電動 這樣子的觀念 把它一起 以便討論進來 那它的 concentration 也就是它的濃度 它在這個材料裡面的 數量的多廣的話 其實就是會去影響到 我們這一個 電子元件 它的一些電流 電流操作的那個情形 那 最後一個前置作業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材質 一些Carrier 它的 那個 移動的一個現象 它在裡面可能會 擴散啊 或者是 給它施加一個電廠 你去推動它 讓它的材質 可以在這個材料裡面去 流動 所以我們會細膚的去 來討論到 這樣子 來討論一些 流動的情況 那 上半個學習 就是我們在洗衷號前 我們會完成 這邊的那個鞋子追 它 在洗衷號之後的話 就會進入到 老師剛剛講的 兩個正式的原件報告 還有一個二集體 也就是我們這裡 最終的後 我們會講DN介面 埋進最後的 那個 PJT 就是埋過它這樣 雙幾十五的 連結體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那個 教 所使用的 教 但是我們主要是用 第一本這個 視頻的這個 單量的原件 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工學 也一樣 所以要跟我們那個 唱片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要 買書的話 就要用那個正版的 不要 不要成為盜版的 受害者這樣 OK 所以就是那個第一本的話 是我們那個 所使用的這個 教科書 那 後面這兩本的話 當然就是大家 如果 你想要在 額外的 去參考一些 相關的資料的話 像是第二本 那個第一本 是這一本 這本 有一些物理 還是蠻多 蠻多 蠻多許教材的 都是用這一本的 那 老師的三個獎頁的話 是 那個 第一本這個 教科書 為主啊 我就是說 按照第一本 司令這一本 它的整個進度呢 這樣 安排不能下來 那有一些 內容的話 如果我覺得像 後面的第一本 或者是 這兩本 它還蠻不錯的地方 蠻值得 讓大家再 印進來參考的話 我會把它 那一樣就把它 放進來我們的 投影片當中 那 這裡的話 當然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去看的話 大家可以去 讀書館 或是如果你想要再 或者去 多忙 像課本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還是還蠻實用的 OK 那一樣就是 我昨天就有跟大家講的 那個 上課的教材 就是都放在 學校網大的這個平台 那當然 一樣就是說 你登這個 那個 那個網址 然後你 輸入你的那個 帳號密碼的話 然後就 點選進來我們的 半導地員建議的這門課程 然後按 開始上課就可以 那個 看到 我們這門課上課 需要用到的 投影片的PDM 那 那 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你 覺得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在 上課之前 把它 然後帶過來我們的 這門課程 然後 當然就是老師在 可以把上面講的一些東西 你可以去做一些 然後把它 記錄下來 然後回去複習的話 可能這樣 會比較順暢一點 那 我 第一章的那個 課程也已經 放上去了 那有些同學 我們看 都已經用到路 把他印出來 那當然大家 如果你還沒有下課 之後 我們回去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 CD的部分 一樣會把它 放上去 那這個廣大的平台的話 當然就是 我還是以那個 放著的那個 教材 為主 那如果你是 有一些問題 想要發文的話 那除了在 那個 課堂的中間 下課時間 可以跟老師討論之外 那你 也可以去找 那個 助教 助教區 幫助教朋友 安排 這個體驗的助教時間 那分別是 禮拜天 禮拜三 禮拜四的下午 那一點的話 就是這樣一點 在電子大 1.108 作為一件事 那 教他們進去 給我們主教 稍微 發文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門課的課程 沒有什麼 問題 想要討論的 都可以利用 這樣子的時段 來 進行發文 OK 那 關於這門課 有什麼 問題 覺得 好像 太輕鬆了 要再加一點什麼東西 還是平分的 不要總覺得 我想要把 那個 部分再幫他提高一點點之類的 OK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這門課的介紹 那我剛剛就有講 就是說 今天就是不要讓大家空手 我準備了 就是這個 這門課一開始的一些 算是蠻基礎簡單的內容 那大家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去說 看看說 這門課跟你想像中的到底 就沒有異樣 是不是 你想要試的東西 那 如果你覺得是 的話 當然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 繼續把 真正學習的課程 把他 那個 另外 那 就把 今天 那 我 就把 我就是不要講的東西 我就把它 定記把它講完 然後之後等一下 如果時間差不多我就讓同學 那我中間就不斷我還這樣子下課 那如果你要去上輯的書件的話 那就是小小聲的就隨時上再回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門課的話既然它是半導體原件 那所謂的半導體原件的話 就是我們必須要使用一些半導體材料 來製作這樣的原件 所以我們在這一章的一開始 我們當然就順便來考慮一下 到底什麼是 什麼叫做半導體材料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半導體是用什麼 你可能稍微有點模糊的 或多多少已經知道說它的一些 那個特性它的一些概念是什麼樣 那我們今天會再深入地來介紹一下 它的有什麼樣子的表現 而且它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那個 導電的那個形式 那以及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會去探討說 一些基本的晶體的結構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材料要組成的話 自然界當中 那比較基本的一個個體 就是一顆原子 但我們知道原子還可以 內部還可以去洗一些成料 那裡面紙盒啦 鏈子等等的 那基本上就是很多個原子這樣子的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它才可以形成我們那個 自然界當中的各種不一樣的材料 那它的排列組合的話 其實並不是說所有自然界中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它有不一樣的那個排列的方式 那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下就是 它的那個基本的經濟結構 有分成哪幾種 那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還會去探討 就是說原子跟原子之間 它的間接其實就是 以那個共加界的方式間接 那它的共加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以及這一張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Energy Bear 我是剛剛講的 這是我們在做一個全新學到的一個東西 一個人帶圖能帶的那個觀念 那這裡的那當然就是說 要一開始就要把它學好 因為包括我們後面的兩個 那個電子元件 以及我們在半導體圈 元件2學到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在討論這樣子 元件的操作後 常常都需要一個 然後我們來以這樣子的觀念 來輔助 去瞭解它的一些操作的基本原理 那以及後面的話 就是去討論說 它在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 它的宅子的濃度 那以及我們透過一些餐子啊 透過一些加工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讓一個半導體材料 它裡面的宅子的種類 還有樹木 有所變化有所不同 變成是我們想要的 然後我們就要用一些 在那個屍體以及瘦體這樣子的 渣子元質把它殘渣進來 才可以半導 然後讓這個半導體材料 變成是一個N型的半導體材料 以及是一個P型的半導體材料 那這邊的話 大概也是我們 那個第一章呢 會學到的一些東西 好 那首先的話 就是我們就來討論一下說 到底半導體材料是什麼 自然間量都做了半導體之外 其他兩個應該 大家在以前可能 我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有聽過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這裡把它區分成這幾個種類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方式是透過 我們去探討這個材料 就是它本身的導電性質 也就是說它導電程度的 難以以後 來決定說 我們把它歸類為 這底下是三個種類 那我們就先分別先看上面的線 所以上面這一個 它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 絕緣體 那聽到絕緣體的話 我們應該很清楚知道 那個絕緣體應該就是一種 導電性質很不好的東西 那我們常常就是要透過 絕緣體的這個材料來 假設我們就是說 欸 害怕這個地方呢 它可能會容易出電話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絕緣體 把它包覆起來 把它蓋起來 那把它蓋起來 那它就是一個導電性質很不好 就算你去那個 當然不能太大 太大的電流 還是這個絕緣體 它還是會有一些 那個電流就過來使用 可是基本上就是 在一個正常的電流包圍裡面 你用一個這樣絕緣體 它你電流流過的話 它流過去的那個程度其實 很不容易達成的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 很不容易導電的那個材料 把它圍在絕緣的那個材料 那另外一個就是 跟它比最遠的 這個導電性質最極端 跟它完全不一樣的話 它就是一個content 也就是一個導體 那content 這個名字的話 就是那種導通的那個意思 也就是說 一個導體的話 就是說 當我電流 我可能就是小小的那個電話 加下去的話 就會有那個電流流過去 就是電流流過這種導體 這個材料的話 它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在今天當中 大部分的那個金屬 其實都是屬於這個導體 像是我們常用一些銅線等等的 那或者說我們後面的那個原件當中 有一些基礎的那個接觸的話 其實就是 描來這些基礎 它本身的導電性質非常好 那我們把它拿來做一些編輯 然後它的電流可以順暢的 從這樣子的導體材料當中頂過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就是 比較極端的兩個 絕緣體跟導體的話 那導電性質 是介於這兩個直接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半導體 所以你看這個半導體 這個單字其實 你可以把它拆解成兩部分 前面這個Semi的話 就是有一種一半 就是還沒有完全到達的那個意思 那後面就是跟我們加一樣是Conduct 所以Semi Conduct的話 半導體 就是說它可能在某些情況底下呢 我們是希望它不要老頭 有點類似講究竟的性質 可是在某些情況底下 我們都希望說它有良好的那個導體性質 那我們可以 可能後面的元件的話 就是藉由說 去控制一些電壓等等 來讓它變成是說 OK 它是 兩片像導體或是條片像JNT OK 看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依據它的那個導體性質 把它分成這三個那個 種類 那下面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 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導體性質 我們要把它稍微把它 整個科學把它量化後 就是定義出這幾個文字 那包括第一個這個 Tontantivity 也就是一個擋電律 那這個擋電律的話 就是說 我們探討這個材料的Tontantivity 那代表就是說 我們電流要 那個 流過這塊材料的那個 那個 南逸螢物 它是一個 那個 擋電律這樣子的能力 然後我們幫這個擋電律 我們會以這個消寫的 資料來 量視它 那下面這一個 resistivity的話 大家一定要比較熟 是這個Low 這個Low的話 電阻律的話 其實我們在以前 Low的時候 我們有學到那個 電阻嘛 大家還記得 電阻它的那個 表示是什麼 電阻R 我們就說 等於Low乘上 A分之L 那A的話就是 這個整個材料 它本身的經驗機 那L的話 這個材料的那個長度 那 電阻等於 樓層上面 就是L的話 你整個結面機 如果那個 越大的話 那它的電阻其實是 越小的 那如果這整個材料 等於L長度越長的話 它的長度來說是 比較大的 OK 所以這個電阻律的話 就是說 不同的材料 還有不同的 電阻律 因為它這個本身材料 它的那個 那個 導電的那個系列 總共不太一樣 那這兩個 導電律 它的電阻律的話 他們彼此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 那個 擋數的關係 也就是說 這個電阻律律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導電律的那個 擋數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一個導電律 比較大的 一個材料的話 那它的電阻律 是不是相對來說 應該是比較小的 因為它本身 彼此之間 是 相反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導電律 它的電阻律 它的電律律 當然這裡就 或是就是說 它有點電力要流過去的時候 這整個材料 它內部有點像在跟它的抵抗一樣 它不希望這個 變得可以順暢的流過去 OK 那當然 既然它這兩個東西的話 是彼此時 呈現導數 然後他們其實 他們的 每一個材料的導電律 或者每一個材料的電阻律 其實很容易受到 我們外界黃金的影響 那這裡我們就有提到說 你可能外界的溫度啦 或是裡面的影響 是你對它的照光 或者是這個 半導體材料 它處在這個環境裡面 它有一些磁場 這樣子的影響的話 它有一個材料 它的導電律律律 都會一直有一些變化 那這裡你就會想說 它這三個東西 到底為什麼它會 對我們這個材料產生變化 其實你仔細想想 這三個東西的話 包括溫度的變化 溫度是不是一個熱 它算是一種能量 那你這個燈光 燈光的話 光其實也是一種能量 所以 包括後面的這個磁場的話 變成就是說 你一個半導體材料 在那個環境底下的話 你給它提供額外的能量的話 這些能量都會去影響到說 它本身這個材料 它的導電律和變速率 所以這三個 你可以把它歸來成說 外界能量的影響 然後就會影響它本身 這個材料的 這些物理的那個性質 OK 那這裡的話當然就是說前天老師剛剛講的三個就是說 這個材料它這樣給我們沒有去對它架構只是外界環境的變換 去改變它這個人生的電力和那個變成率 那最底下這一個的話就是我們這一張最後面會去講 它的這個security 這一個就是雜質的那個原子 那所謂的這個雜質的話當然就是說雜質好像是不好的東西 我們是不希望進來是這樣嗎 其實不是在半導體存在裡面這個 這個雜質的話它其實是我們刻意的把它引進進來把它加入 把它弄進來那這裡加入進來的話其實就是說 藉由這些雜質的參雜進來呢 我們可以去改變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的宅子的水平 也就是會改變它裡面的電子彈電動的水平 那當然這裡電子彈電動的速度的話 變成就是說這個材料裡面原本那個電流的流動的話 大的宅子的速度只有那麼多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如果進來的話 那你可能在電廠完全之下就更多的那個宅子在裡面流動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的話就會增加它的那個電流的大效 好 那這個列表的話大概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這個頻道 其實它可能就是很多不同的那個材料 那這些材料的話其實就是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的增加三大類的東西 好不好覺得你看到它到底這三個東西 那你會看說那這裡怎麼有兩個scale 那這兩個scale我們先看下面怎麼會叫做 下面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這個 看看這個地方電率嘛 這個消息的四個 那這個導電率的話你看它這個scale的話 它是左邊比較大還是右邊比較大 這邊是10的-18嘛 那邊是10的84嘛 所以應該是這邊是比較大的 就是左邊是導電率比較小的 那右邊是導電率比較大的 我覺得從左而右越來越大 那這樣子根據剛剛那邊的觀念的話 導電率比較大的 是屬於導體還是那個 決定 我剛剛提到導電率比較大的話 應該就是說它比較軟的導電率 所以它應該是屬於導體嘛 所以你看它下面這邊的話 就把它分成三個區塊 它這邊導電率比較大的這個區塊的話 就是叫做卡拉就是導體 那導電率比較差的就是在10的-10幾次 它就是把它規列在決定底的範圍 那介於這兩個中間的話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材料 所以你看喔 在這個決定底範圍上面的這些材料的話 包括玻璃也好 包括鑽石等等 石銀等等的這些東西的話 它本身就是說它的導電率都是屬於比較小的 比較差的 那它本身的性質也比較變相是決定的那個材料 那另外這一邊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導電率比較大的 它的導電性質比較好的 那它剛才這邊的話 它只不列出幾個來的報告 就是說 鋒或者是鋅 還有鋪 就是鋁這樣子的那個 這些金屬材料的話 它本身的導電性質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是建築圍的 所以它只能用導體的這個方面 好 那我們這麼刻的那個中間的話 是反正中間的這邊有半導體材料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半導體材料的話 當然不是只有這幾種 可是這幾種是還蠻常見的 那特別就是說 這邊有標説的這樣的 包括這個是一個細 或者是整個 Galans來不是神話家 這樣子的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這邊的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還有剛剛的這個是可能它都是屬於那個半導體 半導體的那個導電的性質 所以它的導電率的話 其實是介於導體跟導體之間 好 那我們看完下面這個Scale 其實上面這個Scale的話 它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那個電負率 那這個電負率的話 我們知道說它其實就是導電率的導數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欸這裏有本的十八次方這個導電率 它對上去的話 它含著那個電負率 就是兩次式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就是它們其他那個製作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上面的這個電負率呢 來看的話 應該是 右邊的電負率是比較小 那左邊的電負率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剛剛那邊 把它稍微再回過來 電負率比較小的話 就屬於導體 那電負率比較大的話 就屬於導體 那當然這裡它是把兩個的話 它標示出來 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半導體材料的話 其實它最簡單的一個架構的話 就是它只有單一一種 單一一種這樣子的元素 所以我們如果它只有單一種元素的話 像是剛剛的那個斯里肯 或者是它剛剛 我們在上頁頭裡面 也有提到的那個 它都是屬於單一的元素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稱 歸類下來 在那個元素型的半導體材料 那這樣元素型的半導體材料的話 其實我們在周期表就是 比較有名的應該是這個第四處 這一行的這個元素啊 就是探心者是錢嘛 那特別是這個斯里肯的畫 它其實是我們目前為止呢 最廣泛實用的 然後整個製程畫大圖片 那部分都是以斯里肯為主要的那個材料的來源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細胞的時候是在室溫底下呢 它擁有很好的一些那個特性啊 那為什麼在室溫底下有好的特性 是一個優點的 因為其實包括我們就是說 把斯里肯製造成一些不一樣的電子產品 那你裡面的這個產品的那個材料的話 它如果說在室溫底下可以表現得很好 而且不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的話 那當然對使用者來講 哇這是一個那個比較好的性質 不然如果說你現在選一個材料 那它雖然有很好的高電性質 可是它必須是在一個非常高溫的那個情況底下 它才可以這樣高電性質 那這樣子的材料把它製造成那個電子產品的話 應該是要不要是不用 因為你第一個你可能這 你沒有辦法生活在這樣子的一個高溫的環境底下 OK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錫的話它可以在它的表面 透過一些熱沉上的方式 我們在它上面生產出一個這樣子 SIO2二氧化錫的材料 那為什麼二氧化錫這個要跟我們這邊把熱沉關係 大家應該稍微記憶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MOSFET的時候 它的雜集下面的整個結構的話 我們雜集跟它的整個通道程式是斯里肯 雜集跟斯里肯之間它有一層 SIO2的絕緣層在那邊 它不在中間 那所以說 因為MOSFET是我們那個 先進到Mineco 還使用的一個電子雜集嘛 所以這樣子的材料 我們在上面又可以把它長出一個 絕緣層的話 那它其實也是 算是它本身 這個材料的一個優勢 那另外一個話就是說 它也是跟一些 一些方面的考量 譬如說它這個材料的話 相較於其它的 半導力材料 它的成分分成效 燒焦低廉的 那我們就可以大量的把它 來製作成所需要的電子產品 那當然 這邊其它這個原廚的話 那當然是 有些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它 不同的原廚的話 我們會 就是單一個MOSFET的這樣子原子 把它進來 那它 要把它 弄成一個 立體的那個材料 那其實這個原子 它在材料裡面的分布是 三維空間 它都有不一樣的那個分布 那 如果我們想要說 到底這裡面它的那個原子 分布的位置啊 情況的話 到底每一種材料之間 有什麼不同的話 那你一個 那麼快的 那麼大塊的那個材 材料的話 實際上是很難去 西部去考慮的 所以我們就試圖了說 欸 如果我們把一塊材料 把它一直切 細切 至少可以把它切成說 一個 那個 很小的 單位 那 基本上就是這個單位 把它整個複製貼上 然後就形成我們的 完整的 這一整塊的那個半導體材料 所以我們這裡就 定義出這樣子的名字 像是這個Lex的話 就是一個金格嘛 那我們所謂的這個 Lex的話 就是說 當這個材料 它裡面的這些原子 在整個材料裡面的 三圍空間的那個排列組 的位置 因為其實當這個原子 在這個位置固定住的 固定住之後 它其實並不是說 完全不會移動 它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 那個位置震動 或者是原點位置的那個偏移 因為主要就是說 呃 外界會 會給那些能量 那 可是它偏移的位置的話 大概就是說 它不會離 它原本的位置太遠 它不可能從這個位置 然後 跑到另外一段去 它就是頂部就是在那附近的道路去移動 所以它整體來講的話 當然也才要呢 那個形成這樣子立體的結構 它叫做一個 它的那個金格結構 一個Ladies 那 老師剛剛講說 它整個 那個金格 它的排列組合 是 這麼大的 那我們 如果把它 一直把它細切 切成 很小等分 然後切到就是說 呃 你會發現說那個小等分 把它複製貼上 變成是完整的一個 斷腦的材料 但是最小的那個 單元的話 你會把它叫做 一模式的一個 那個單位金格 也就是說 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準備 一大堆一模一樣的 那個單位金格 然後把它兜起來 然後就吸收了 一整塊的那個 半導體材料 所以 既然它整個原子 在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的 那個分布的話 是 以三位空間的分布的話 其實 呃 也可以以這樣子的那個 像樣的方式來 表示 表示它 包括就是說那個 還有AEC三個 不一樣的那個方向 那當然 這AEC三個 不一樣的這個種的話 其實它並不一定是要 很 完整的那個 那當然 那當然 這裡的話 我們 最主要的一個 信號 它是一個可以擺在那個 製造作標系上面的一個 排列 那這樣 相對來說 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次之間 原子跟原子之間 它的價格在那裡 比較快 或是就是說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那個 距離是 關係之間一樣 所以這裡的 比較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三個 那個單位金格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這一張 第一個 比較重點 因為我們 後面的話 會有一些 這些細體的話 就是 不需要從 在這樣子 這三種 單位金格的 排列情況 去計算說 整個原子 在這個 空間裡面 它的那個填寸 大體是多少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先來認識一下 這三個不一樣的 單位金格 那既然這邊的 單位金格我們知道 它直接擺在 自家座標系上 所以它其實正解 來講 包括這個 這個第一個 那就是 發現了這兩個 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好像都是一個 那個正立方體 正立方體 一個 像是一個正立方體的巷子 那我們把它 放在 自家座標系上面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巷子的 同位置 把它擺上 上面這個 一顆一顆圓圓的話 就是我們 不一樣的 每一顆圓圓 把它擺上去 OK 所以在這樣子 這三種 那個金格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 Cubic Rispo 有立方結體 那這個立方結體 地下這三個 很種類 不一樣的話 就是說 每一顆圓圓圓的 它擺放的位置 或者是它擺放的圓圓圓的 數量不同 然後我們就把它 確認成 那這三類 那首先 第一個 Single Cubic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箱子 你把它放在 直上去 然後接下來 你把這個箱子的 八個頂點 分別 放上 一顆原子 ok 那這樣子的那個經格來列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做簡單的地方 那我在回覆訪問我剛剛今天知道 比如說你準備了你單位經格 然後現在你準備好多個 無限多個那個不一樣的單位經格 把它準備起來 那接下來你就是把每個單位經格 把它排列組合 把它都行 就可以形成我們的整個latest 也就是形成我們的完整的 代表的材料 然後這裡的這個簡單地方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單位經格 那就是說在一個地方 你的八個點點分別板上 一顆原子你把它在它最上面 然後在那個點點的位置上面 那這裡我還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其實它每一個原子 距離它最近的那個原子的話 它是有六顆跟它的距離是相等的 那這裡怎麼看六顆呢 其實你就去看這個原點的這一顆 原點這一顆 那跟它距離最近的是距離的長度是多差 那如果你現在還不是很確定的話 你就去看它附近的每一顆跟它的距離 這一顆跟它的距離的話 就是A嘛 那這一顆跟它的距離 這段距離的話 就是A嘛 OK 那這一顆跟它的距離的話 XA 這裡跟它的距離 XA 那A是它跟它最近的嗎 然後它附近還有其他一顆 我們看 比如說這一顆跟它的 鞋墜角這一顆的距離是多少 你就用簡單的那個 直角三角形的那個編長來計算一下 這裡A這裡A 所以這裡的那個鞋墜角的話 應該是 更號 更號2A 那更號2A 一定是比這個 A還要來的長 所以這一顆它 它就淘汰掉 它其實並不是 距離 跟這顆 距離最近的其中一顆 好 那我現在又好奇說 這一顆跟它的那個 最鞋墜角這一顆 距離是多少 這裡就稍微要一點 那個地底豪傑的概念了 你看 這一顆跟它的距離 就是一個 箱子的最鞋對角 那你就 一樣也是用那個 直角三角形的那個編長 你要算這一個 鞋對角的長度的話 第一個 你要知道這一段的長度 還有這一段長度 把它 平方相較為的 那這一段長度是 A 那這一段的長度 是 更號2A 所以你把兩個 平方再相較 更號2A 這一個距離 應該是 更號3A 那更號3A 一樣 並不是說 距離這一顆 原點這一顆 原子最近的一個距離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確定 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 原點這一顆 原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離它最近的那個原子距離 應該就是 單純的就是 A 就是差一個變長 這樣子 這顆原子是跟它最近的 那上面這一顆也是 下面這一顆也是 那可是為什麼老師 你昨天提到說 跟它最近的 有可能 那這裡的話 我們剛剛就有提到說 其實一個完整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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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材料的金額的話 就是 單位金額 把它一直複製貼上 所以我們就一樣 把這個 那個 這樣子的簡單 單位金額複製貼上 把它複製到 負的X軸 這裡是正的X軸 那 我們往那個 後面電子裡面看的話 會有一個負的X軸 那你把一樣的 那個 那個 在複製貼上 放一個到 負的X軸 那 包括負的Y軸 負的Z軸 你都把它擺上去 你就會發現說 你在負的X軸 跟它距離 A的一個 距離 是 走過去之後 也會遇到 一模一樣的 一個原子 那你在負的Y軸 這邊的話 一樣也會跟 跟它距離 A的那個原子 跟自己走也是一樣 所以 所以 意思說 你一個原子跟它距離 最近的那個 那個原子的話 總共會有六顆 存在 嗯 OK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 代表師剛剛提到的 正業的重品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 簡單地方 它的 那個 原子 在金額上面的 那個 排列的 其實是怎樣 它會不會是在 它發的 一個 它的原子 在這個 大個地點上面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我們要去 製造說 你它最近的這個 原子的話 就稍微有一點 力 所以我們先蓋給你 好 那 下面這邊的話 就有 介紹一個 新的 這個 名字 叫 那個 Discounts的 金格 常數 那當然這裡所謂的 那個 金格 常數的話 就是說 代表它 本身在這個 單位 金格裡面呢 它的 變質它們之間的那個 算是那個距離啊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 塗上的這個 變場 就是我們這一個 半導體材料 它本身的這個 金格 那這個 金格常數的話 其實我們在後面也會去 討論到說 我們裡面 可能 在一個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裡面 都會調整的 那個 比例 不好多啊 其實也會 提出一些 對應的一些電話 那 這一次補充說 在 周期表裡面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任何一個 元素型的 材料 它是 以這個 簡單地方的 方式 組合成 它的確是 而且只有一個 就是那個 透露面 它就是 一個 筋 然後 一 一個 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 叫小剪 它是小樹再 每個周期段 就是這些 簡單的方式 製成 完整的 金格 一個材料 好 如果你 簡單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 這個完整 getan 後面兩個 基本上是 簡單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對應的變化 包括就是說第二個這個Body-Centric Cubic 提醒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把它建成這個PCC 嗎 就是三個字的開頭把它建成起來 那從這個圖的話 當然你散開之下 你感覺好像有點複雜 那它其實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簡單地方的那個八個點檢擺完之後 在這個這個地方你的最中心 你再擺一顆原子在它的中間 所以你已經知道說為什麼它叫提醒地方 就是在整個地方你的中心有多的一顆原子 它叫做八個點檢擺 那這樣子的那個提醒地方的話其實就是 它包括就是說那跟這兩個材料 它都屬於提醒地方這樣子的那個排列組合成 那這裡當然我們有提到說 距離哪一個原子最近的那個原子所 八顆 那其實你就可以從提醒地方最中心的這一顆的角度來出發 先看跟它距離最近的應該就是點點多 這八顆 那當然你也可以稍微去算一下 跟它跟每一顆之間的距離 那像我們剛剛提出來就是說它的斜對角是跟套三 那這一顆跟它之間的距離應該就是一半 所以應該他們每一個距離應該是二分之跟套三 可以這樣子的那個大小 好那第三個的話 面積的地方的話 炸彈之間好像都很複雜 那其實一樣 它的出發點就是從我們剛剛的簡單地方在這邊 那這裡的話就是說我們剛剛的簡單地方的話 是八個點檢擺一個原子 那這裡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陝子 那你這個陝子在它的每一個面的中心呢 各擺上一顆 所以你等於是剛剛的八個點檢擺完之後 那你在額外準備六個 我用我地方提供那個六個面 在上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平面的中間把一顆 那這個平面的中間把一顆 這邊的平面把一顆 所以你就額外的把這六個 把它擺在像這樣子陝子的各個部分面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的 這一個經格的排列組合體 把它叫做面心地方 那當然這裡的面心地方 其實就在周期檔裡面就有很大量的 那個 元素的排列組合 是以這樣子面心地方的放置 排列成 OK 所以這三個那個 經格的排列叫 總問題 那因為它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 你只要前面 從一開始這個 SIMPLE CUPID簡單的地方 你知道它的概念之後 那後面兩個它基本上都是 它的在把它的外加進去 包括就是 底心立方是在立方體的 最中心的 把它加一顆進來 那面心立方 然後就是在六個不一樣的裡面 把它加進去 那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在這裡的話其實立體的觀念還蠻重要的 下個禮拜 應該說開學完之後的三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舉 去客門的幾個例子 去計算一下說 它的整個 原子在這個材料裡面 那個 創立是多少 我們就要把它的那個 距離的這個概念把它加進來 OK 所以 我看通電好了 因為這裡是稍微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大家好像已經有點 很深了齁 後面這個鑽石結構 是會 比較不常 那我想 也許我們今天不要去塞 太多東西給 那 看